我一直以為借錢給你 讓你橫清賭債 你就會生性改好一點 誰知你越來越過分 我從來沒問過你借 只是那個臭婆娘問你 你別當你自己是大恩人 你省省點吧 黃立強, 你是不是到現在都不知會改? 改什麼?我也沒有錯 飛雪姐這樣對你 你真是難以負不上臉 是她自己插著腳過來 我老婆有愛知就有愛知 她還沒來說我, 你們來說我? 走吧, 是不是不肯走? 是不是嚴命牆上我把病給你們引起? 是我不拘的, 來… 飛雪姐, 我們別管她 你一定沒得救的, 沒得救 那個臭人真是自然到沒人有 飛雪姐一直以來幫她 她還說你這麼難聽的說話激飛雪姐 所以你要她不得好死 有了之前興姐的經驗 你學會怎麼借人對手 她剷除自己不喜歡的壞人 興姐這麼好脾氣, 都可以辣得著 何況成康這麼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成康我最緊張的就是她媽媽 成康, 敏姐 敏姐?什麼事? 你現在還在長洲嗎?你快點回來吧 為什麼?是不是家裡有事? 阿荔姐叫我不要讓你知道 但我看見她一身沒塊好肉 我真的肉都尺了 那個臭人又打了媽媽, 嚴重嗎? 打得她又紅又瘀 臭人, 她沒有人性的 難為你媽媽, 她還要死, 不肯報警 這次就說打得周身傷而已 如果下次再狼一點, 那豈會死人? 我叫過媽媽離開她的 但她堅持過壞人, 還能救救 救鬼救馬嗎? 染了這種病, 也不知道能否治癒 病?誰病?你說媽媽?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敏姐, 你說吧 你爸爸, 染得麗姐有愛之病 你說真的嗎? 你就回來問問是你那個人渣老爸 我聽成康喊得這麼淒禮 我就知道那晚有好戲看 所以你就躲在會寺, 等會發生 上次我跟兄姐說了兩句 兄姐就動手了 這次我下了這麼多力 我想成康沒理由會令我失望 你弄得兒子殺老爸, 一點也沒有後悔? 我後悔做得遲 如果早知道會這樣做 麗姐就不用患這種病了 成康那晚是做了一件好事 但黃成康說殺了黃立強就走 沒猜錯的, 幫黃立強脫斧頭 我前鐵鏈那個是你 為什麼?是不是想顧步而鎮 擾亂視線? 你是要告訴別人 迷信的人要死回迷信上面 我有沒有說錯? 談了這麼久, 你開始明白我了 我明白 但是你覺得龍影雪是否也明白? 你認為他會不會贊成你這麼做? 什麼事? 你跟了我十幾年, 本來事務大小 你也幫我打頂得妥妥蕩蕩蕩 但最近劇團發生這麼多事 我真的沒辦法能睡得著 沒事的, 雪姐 要死的人已經死了 警察要抓的人都抓了 以後沒有人再煩著你 沒有人再妨礙你在舞台上發熱發光 那些無謂的混蛋已經得到應得的報應 原來真是你在背後搞事 雪姐 是你專門煽動輕姐和成侯 去對付龍影中和黃立強, 是不是? 他們兩個對你有多過分 我有眼見的 就算你怎麼引讓他們 他們對你只會得寸盡赤變本加厲 那你就要自把自圍 自己做判官定生死, 天有眼 做壞事不會沒人知道的 你不用擔心我 我從頭到尾都沒動過手 就算警方查到我 他們也告我不進去 那你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嗎? 你就是太好人 經常怕傷害人, 人善被人欺 就算你不犯人, 惡人也跑來犯你 現在這樣就好了, 整件事結束了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 兩條人命, 現在兩條人命 但是劇團也是你的命巾 你怎麼當我們一家人? 整件事就是那兩個壞人 經常來劇團搞破壞 搞得你不開心 他們從來沒放過你在眼內 你也很討厭他們 就算我有多討厭他們 我也沒想過要他們死 還有興姐和成康呢? 他們兩個要坐牢的 興姐坐牢很可憐 但是他幫女兒報仇 還有成康呢? 他也是為了麗姐不用再被人打 現在我們不是求人得人 做到我們想做的事嗎? 我不想再聽你這麼多歪理 雪姐 如果我早就知道這件事 我一定會阻止你 現在我怎麼面對他們? 就像平時那樣就可以了 他們心甘情願坐牢 雪姐, 整件事結束了 每個人要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任 我也不例外 我們去自首 把整件事的來龍去麥港出來 不行了, 我被人抓不要緊 雪姐, 你的聲言不可以受損 兩條人是沒有了 我的名聲還要人命嗎? 我們現在馬上去警方告訴他清楚 不要, 雪姐, 不要 你到現在都不肯承擔責任? 不要, 不可以自首 不要, 如果這件事串了出來 對你很大影響, 我不可以害到你 我不用你擔心, 走開 不要, 我求求你 是我不對, 是我沒想清楚走走走 對不起, 雪姐, 我該死 我該死 你做什麼? 雪姐 你讓我死掉了 不要… 讓我死掉了 你不要害死掉了 雪姐, 我該死掉了 有這個… 雪姐 雪姐心裡太好了 她為了兩個本來就是死不足色的人 第一次跟我發脾氣 你也是第一次的, 她已經 我不想的 但雪姐不可以做一些傷害聲譽的事 我一定要阻止她的 我根本沒有殺到人 我說的是事實 我傷手都沒有尖血 那是因為你把血抹在別人對手裡 你以後要怎麼說, 我管不了 但你這次撤局來抓我 最多是告我襲警, 可以判得多重 根據侵害人生罪條例第五條 任何人在香港境內 串謀、同謀, 及意同謀殺他人 以及在香港境內 疏使、鼓勵、勸說、試圖勸說 或建議人家謀殺他人 無論對象是什麼國籍 或是在什麼地方都是犯罪 可以判眾生隔絕 說這麼大件事是要告訴你 教唆殺人都是殺人 最高的判刑可以跟主犯一樣 再加上襲警這條入眼裡的罪 接下來 你應該只能在監窗裡面 繼續做盧影雪的忠實支持者 坐牢就坐牢, 我一點也不怕 為了雪姐, 我把命都拿出來 我一點也不會後悔 你這番激昂的說話 可以留在上庭親自跟法官說 我們會按照程序 正式起屬張淑敏 一項襲警和兩項教唆殺人罪 是我太大意了 如果我早點發現 或者可能阻止這場悲劇 真的可以嗎? 你覺得張淑敏會後悔 她對卿姐和黃城康所說的話 今天這個結果, 她真的會愧疚? Hadam 我有個請求 我想記一件贖文 小姐, 你的傷口疼不疼? 沒事啊, 雪姐, 那些警察不是放你走啊 我認識所有事情, 他們知道你無辜, 他們以後不會再煩著你了 這個時候你還笑得出, 你要坐牢啊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嗯